中秋节教大家折一个月饼灯笼 首先准备图片上这样材料 先拿A4纸的一半宽的两边进行对折 找一个圆形模具画一个圆 在这样圆圈画上小的半圆 画成这样 用剪刀剪下来 这样剪成两个 再这样剪一个宽两厘米的纸条 长15厘米左右的纸条 再一端贴上双面胶 这样粘到一起 整成圆 用针找一个位置在中间钻一个洞 把绳这样穿过去 这一头也穿过去 打个结 成这样 在垂直的下面也钻个洞 穿一头就可以 打个结 折成这样 在这两个上面画上眼睛和嘴巴 两个画成一样的 翻过来 在周围涂上胶 这样粘上 正面也同样方式粘上 拿一张正方形材纸 对折 用剪刀这样向上剪 上面留点距离 剪成这样 贴上双面胶 把绳子这端粘在这里 这样一直卷到头 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月饼灯笼就折好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